朋友们事情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从智利回国经过美国 所以来这里住了7天 第一次感受到在美国原来不需要会英文 也可以正常生活 我们去这个白瓦高高秋夕 真的不来美国不知道 原来美国的生活比智利的生活好太多了 在这里什么都有 难怪说美国的人口占全球的5% 但是资源却占了全球的70% 平时在智利看习惯了千位数的单价 来到这里变成个位数有点不习惯了 在这里除了英语、粤语、普通话、西班牙语还是挺多人说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在美国隔离7天还可以到处跑 因为在美国没有硬性要求你隔离7天 都是全朋友自己继绝 在这7天里酒店是包住不包吃的 在这7天里我们不可能不吃东西 所以每一天都会来超市打包快餐回酒店吃 这个湾区这家酒店的位置算是方便 因为附近有很多华人超市还有华人的中餐 反正一应居全什么都有 带多点美金就好了 我想问一下美国的华人朋友 在美国是不是没有菜市场 买菜都要来这种超市买的 好像在智利那种市值 我们平时在那里买鱼买水果买生活用品都是挺便宜的 看到美国的物价确实有点小贵 反正是比智利要贵的 但是智利的种类确实是太少了 不怪的经常听老乔说 在美国回去的华人吃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在智利回去的华人真的好像饿鬼一样 你看看在美国什么好东西都有得吃 但是在智利自然真的很短缺 平时想吃鸡吃鸡吃鸡 我还要去农村那里捕 你们经常都留言叫往回中国 根本都无可能的 人家在美国口吃口住 还经常都扮惨扮可怜 真是烦了 现在过来超市的熟食区 打包个快餐回去吃 这个是不是很熟悉的煎养三宝 煎养三宝 是黄的 港式烧腊 是黄的 是黄的 打包个这些快餐 12元美金 另外加税 这里的白饭都要2元以后半一盒仔 跟智利的价钱差不多 在这里的快餐份量真是好足料 任你装 刚才见到两个年轻人来买餐 把这些饭堆到座山那么高 在这里没人说你 只要盒装得下就行了 我都装了一盒回去 你一盒加税13元美金左右 在美国见得最多的就是开Tesla的车 这个手是什么意思 问题是绿灯了 这个手还亮着 大家的 separ小节 我们下期待